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当时很长 现在很老 那要住在那里吗 我现在因为扮学校关系 我就住在学校附近 以校为家住在学校里面 教育家一般说起来真心 真的是把我们有时候员工很勤奋的都说 你把公司当家了是不是 可是张老师你不知道当时开始都要好好做家了吧 大概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 你们当的人就真的看你回家的睡了 我爸爸在早期说 我这15件我如果要看就电视最快了 对 我们说到磁心华德福的創办 要够人质学教育基金会創办人张纯淑老师 老师你的资料 我如果说要做功课 是可以是真有资料的地方 不过因为我自己本身 对教育也多行 自己又没有生孩子 不过我常常接受到的就是 一直以来大家都会去关心 就说他的小孩读磁心华德福 他才是说我小孩我也想让他读华德福的教育体制 这方面多少都接受到 今天当年是很荣幸的 可以直接请创办人张纯淑老师来资料中 我们要说的 这个卫庭科典可以开工的主题太多了 在咪咪之音每星期的资料中 今天要来开工的 我们来说我们的疑难 好吗 好 很爱说的 很爱说的 来来 小孩的时候你如果说你出事的地方 劳动的那个地方 现在困境有太大的改变了 其实这在你 我发现你有受奉务的时候 我说过 你也农家煮地 差不多十月就要煮一大堆饭菜 给大人吃 那是很辛苦的生活 但是现在想起来感觉很豐富 以前我小孩生长的地方 真的是我家前面有小河 后面有大河 我们的高地里面的东西 就像到附近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土地 就像我们一家族的生活 我的爸爸是一个工人 我的妈妈没做其他的事 所以在家里呢 我们不要去 很少去市场买东西 我们如果要吃饭糕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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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鱼 鱼 鱼 都自己吃的 我诧题 你也都在台上 那人最痛苦就是这样 我记得我的妈妈跟一只鸡 在我差不多六年级 十五年级而已 跟鸡丝拔起来 等我还有一支菜头说 十五个小孩要做什么 都可以台鸡这么说 所以很多家事 是在使用痛苦的经验 就是台鸡和台习 痛苦的经验 因为那是很艰难的事情 在那时候的年纪 因为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张老师 你最好的朋友 我听起来 你都会跟他们开工的感觉吗 是哦 我可以跟他们开工 很多事情 但是也很早 很小孩都面对现实 为了生活 这些部分都要面对 但是在家里 你开始经历了 教育 而且有这么大的 这种定义是一个 也算教育改革者 这样来说 那些一些 演变是什么样的 原因机会 可以做成功 后来自己 导致这么多 心力 在教育 这方面 很大的改变是 我做老师医药 第一年 我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 我小时候做学生的时候 我的老师这样教我 我这时候 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当然有很多 真好 是老师帮助我 在技术里面 可以做好一个老师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说 现在改变的专家 都没有改变的 就是在时头上 尽力高兴 就要 让小孩 很安静的 专班坐着会 炒黑帮 老师 静一夜 炒在黑帮 顶头的东西 炒 炒下来 要回以前 也是同样 老师 炒在黑板上 然后第二天 晚上回去的作业 第二天 他们又把我 炒在黑板上的 再炒给我 我就不知道 这个真正的意义 在什么地方 那很大的一个 印象里头的启迪 是我第一年 当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的学校 每一间教室 前面都有小的花铺 然后一大小块的花铺 那个泥土都干固了 所以我因为是乡下的孩子 所以自己政策政策的经验 所以我就要在 环境里面 这些菜啊 灰啊 是这样漂亮的 可以看 可以慢 可以吃 老师 你的标准跟别人 不一样 所以我就找到 我的学生 那一般都六十几个孩子 一般六十几个孩子 我就把孩子分招 有的带水 带水共来 有的带什么来 带那个 可以喂的东西 来把土拌开 我记得第一天 是教部主任来 跟我说 张老师 张老师 你是新来 所以你不知道 这个时候 要让孩子进教室 做早自席 然后呢 我说 好好 我知道 谢谢 然后第二天呢 我就想 我们还没做完嘛 我们就继续做 然后第二天早上 就校长来说了 校长说 你说张老师 张老师 你一时新来的 那时候 那校长是一个 那时候 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外申的老师 的校长 他人很好 可是他就说 你已不知道 现在是早自席的时间 你一定要进教室 让孩子安静 否则会吵到别人 这样子 那我就想 一个年纪 七八班 八九班 然后呢 全部都可以安安静静的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这样子 就有很多 像这样子的 点滴的经验 让我重新去反思 我一定要这样 当老师吗 这样子 那直到 我自己当了妈妈 带了孩子 去找幼稚园的时候 我发现 更让我心里 有感受的 痛的东西 是 我去参访幼稚园 我看到 我那时候 教小学三年级 我看到幼稚园的老师 在教小学三年级的数学 然后我看到孩子被老师罚着半蹲 然后站在椅子上面 那我想 怎么幼稚园比小学的管理更严格 所以我开始想着说 那小学跟幼稚园 能不能够不要断层 这样该是小学老师教的 让小学老师来教 幼稚园老师 应该可以做别的事情 所以当了妈妈以后 我重新看 幼稚园 幼稚园的孩子 我的主任打电话说 你能不能来帮忙一下 我们的大班老师 在七月跑掉了 我就想 我有带小一的经验 应该没有问题 我就一口答应 可是我进了幼稚园 我才发现 天哪 端端小小的 差两个月的时间 孩子的听力 跟活动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然后幼稚园的班级人数 比小学的人数更多 那我开始大胆的去想 有没有人可以关注这一块 就是幼稚园的阶段 跟小学的阶段 看到不同 孩子的需要不同 所以这是我辞掉小学的工作 去办幼稚园的一个起头 对 你是从办幼稚园开始 已经把教育当事业 开始做的起头 这样子说可以吗 对 当然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企图 企图 我只想说 我想可以做一个 我可以做得到的 或者我看到点点滴滴 都是在成人的世界里头 应该可以为孩子做到的 对的小小事 可是没有人会去做那些事 大家都在讲 怎么样的 都很多很多的激励的语言 让小学的孩子可以学国中 国中的学习 可以高中的准备 然后小学 幼稚园变成小学的在板教育 所以大家输在起跑点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 这个东西对我 我一直觉得就不对 因为我就在 我是现场的老师 我看到的孩子的需要 我是孩子的妈妈 我看到孩子的需要 所以觉得环境 是不是真正的可以给予 这一群这么努力 认真的一群大人 包括政府的政策 这样的用心 到底是不是给了孩子 真是需要的 那这个是我不断的在 在反思的一个过程 那还一个很真实的经验 是当你真心的 跟陪伴着孩子的时候 你发现有太多太多是孩子 在带着大人 重新在认识生命 那作为老师 作为父母 我们其实长大成人以后 太多的学识跟专业 跟需要的努力 我们忘掉了 我们怎么长大的 所以这是一个 我很想回到原点 真实的看待生命 成长不同阶段的需要 这让我突然想到 这个小农 在有一位农夫 他说他在那个农忙时期 就是要求福祉 有的 要收草 餐厅 有够多 很不容易的 他就在在 在念 在念 说 工作都做不完 结果 他的这个小朋友 就跟他印一句 因为小朋友 幼稚园 是国小一年级而已 就跟他印一句 爸爸 你想那么多 草 还不是在那里 福寿路 还不是在那里 你念那么多 有用吗 是 小孩 很多是比我们 更清楚的 一个 直接的感受 张老师 你的创办 这份教育 事业 由原本 幼稚园的 阶段 创办 下去了 一路走来 二十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四十年 好 那幼稚园 开始就是四十年 我民国六十六年 创办幼稚园 到现在三十九年 那如果华德福的这个 保分体系来说是 有二十多年 对 二十年 二十年 这样说起来 其实你的人生的角色 变换过很多次 看起来好像有变化 但是是我想想在 这一生也只做这点 小小的事情 为你做对的小小的事情 二十年 实在是 说 当不当 说对 其实也没对 我经常在想说 这 是什么 我们在关心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农业 的时候 我们看到 教育和环境 是这样的 息息相关 所以 对我开始 办法的福教育 开始的时候 就很用心去 收集 农夫 可以来关心 我们有机农业的发展 当时呢 有机农夫很少 都是失败的经验 所以大家如果说到失败的经验 就没有人要做这样的傲人 所以经常在想说 这一十年 到底是 多长 是要用 岁月来算呢 用岁月来算呢 还是用终点来算 可以扎实 又可以走到理想的境界 所以想想着 二十年 其实也是 真正 不是短的时间 二十年 我们可以 小孩子 又出息 变成大人 对 我们也可以 一个 像 我学校 修学 要开始的是 有五个孩子 到现在 有100个老师 大概 终于参 有 幼稚和高中 有1000个 有1000个孩子 1000个学生 一直算起来 但我们既然 这无中生有的 这二十年的 一个小小的 乡下的学校 公班民营的学校 从五个孩子开始 100个老师 然后有1000个学生 然后到现在 我觉得是万人 在首富的 一个学校 如果看我们 台湾的经济 我们也可以 有 这几十年 都亚洲的四小龙 变成现在 经济的谷底 大家都只想到 要拼经济 就想说 它真的 很长 我们就说 蜘蛛基 这个球 这个块木 20年 也生了6公分而已 这个比喻很棒 对 然后 这个就是 我们也可以 冰川 显著的 整个退缩 我们现在看到 全球气温的上升 所以这20年 这个世界 其实变化 也很大 这一大数人 对我们人类的行为 也是有很多 在给我们标态 所以这整个生态的变迁 还有我们到底 我们在想说 我们人 在体内中间 我们可以 发生20年 这一段时间 就发生很多事 我们可以做什么 你做的事 已经 我们可以做什么的 这个部分 看你问我们 看你问我们 很多人会觉得 对 那个 环境在的变化 这个 全球暖化 然后 订阅这些 环境的疑惑 都经常在听 但是 常常会忽略掉 我们真的可以做什么 对 因为 我们在班教 教育这一十年 最感谢的是农夫 这些 管理会为了 人类的健康 可以建造出 这么健康的事物出来 这就是 教育最大的机器 所以农夫跟老师 从一开始 我们华德夫教育 就提出三个资助 一个是农夫 一个是医生 这个医生医疗这一块 也是在我小时候 我的阿嬷 可以很简单 就有一句话 跟我的妈妈说 这个孩子有问题 她看 孩子坐的形 吃饭的形 驾楼的形 她就知道 这个孩子 我的阿嬷最后 那你中情了 就是说 她其实是 孩子已经有一些 身体不适 可以从她的 孩子的生态 的生活的 那个肢体 还有 的样态 可以看得出来 孩子已经感冒的 或者生病了 可是现在的父母 常常要孩子 发高烧了 尽快的送急诊 居家护理 跟防御的能力 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想要 把教育办好 农夫跟医生 一定是老师 最需要的伙伴 所以法德副教育 在我们开始办法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去支持有机农夫 无关于 种族什么东西 我们都照顾 他说多少 我们就多少支付 然后呢 你知道 在那一开始 我们在做法德副 转型时 又在乡开始 这个学校是 又在乡这 修学 国中 和成人教育 所以这一路 是刚刚在 我们全国 电动走的 大家是大学 副中 中学 副小 或副幼 这样子 我们是从 幼稚园 长出来 所以这些农夫 当年最早的时候 是幼稚园的孩子 吃到这些 有机农夫 剪造的东西 上来一堡地 剪菜 挤一碗 因为孩子 太胖 没法吃 所以我们就同时 大概有 五分之三的时间 是做堆肥 然后五分之二 真的才是 孩子跟老师们的 食物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 有很多 很感动的一些经历 那我们也同时 去邀约 家长能够去 家长是护理师 或者是医师的 来告诉我们 如何做居家护理 让孩子有好的生活 健康的生活 然后这里面 我们就打造出 要有很好的 生活的节奏 孩子的生长 七个八高法 有一定的一个定律 在那里面 然后慢慢的去 厘清 我感情的孩子 是多大小的孩子 他需要的教育 那如果要真的 作用在孩子身上 那我们打人的陪伴 我们就要重新 再去找回很多成长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是 尤其是我 常常都督到地方首长 或者社会的公正人士 说你扮教育 就扮教育 你为什么要关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 说有些改变 是要由大人开始 因为小孩 他重要的不是 我的老师 帮他教我多少 他重新的是 我的老师是 如何的一个人 他也不是 要重新说 我的父母 是外高的人 他要知道 我的父母 有真的疼我吗 我的老师 有看到我吗 所以大人 小孩在地上 是我辛苦 比辈的大人 是如何的大人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样子 这个才是孩子 真正学习 在教育的一个核心的 看不到的价值 所以很清楚 知道 爱在成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能够找到伙伴 所以办这个学校以后 我更用心的 在我们社群的 健康的一个推展上 就找到一个 就是自我成长 不管是老师 还父母 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跟着孩子 一起长大 的确是 我常常 可以接触到 就是 接受华德福教育的小朋友 或者是他的父母亲 他们散发出来 那种淡定的气质 有时候真的是 吓到我了 那是在是 很淡定的 做餐 我的较啊 从小学 在华德福 就都要跟着种田 而且从我哥哥姐姐开始 一直到我 就一家人 就是 这种 然后包括父母亲 也都一起这样 然后从 自己的 这样子 这么小的教育里面 就可以接触土地 接触这些自然农法 然后认识食物 哇 真的很不简单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这首林生祥 客家歌手 林生祥的 这首歌曲 张老师 你敢要客家化 我不行 你看 他这首歌曲 叫做秀珍加菜红 这个是在 像现在美农 美农 南部很多地方 他做餐的菜红 在在模型 其实很多都是新住民 为过外界来的 这些人生养的 这种出来的菜红 这些餐 都是在 在地的家庭 都很重要的一份 对对 所以林生祥 给他写生歌 来透过 我们听这些 很传统的 乐曲来演奏 他呢 常常都是用音乐 在说他 家乡 共浪川的故事 用音乐来关心 困境的藝地 就拿成像张老师 同样 他是用 狗友的方式 稍等 我们等下 继续来启讲 张老师 这种传统乐器 听到 真有浪川味 很近 很好的 很好的 很有品质的行为 对 音乐 有点大栋起来 真的是 无形中都加分很多很多 听到这些歌 林生祥的 这个演奏 还有演唱了 11点半 你等着在收听 是咪咪之音 在我们 礼拜日 再去10点 至12点 就在 FM107.3 蓝阳电台 今天 很高兴 邀请到 慈欣华德福 以及 人质学教育基金会 创办人 张纯淑老师 来到这部中 实在是有更高兴 好像听张老师说话 大米龙 不要开嘴 这样就是 很香热的事情 感谢 感谢 你的声音 很温柔 我刚才听到 在头头 问老师 老师 你会想这温柔 你 这40年来 都一直这样 老师 说 以前 你要做老师 你母亲 有给你烦恼 是啊 他说 你做声 只有第一次 小孩听到而已 我也有在烦恼 想说 没有 其实原来 当了老师以后 会有激发一些潜能 我也是 有时候 想说 自己 对小孩子 我都想说 我应该是没皮条 我应该是没法 掌控 常常都在 船沟沟沟 有尽管 广播社的时候 想不到 有当下潜力 还是可以被激发一些 是哦 小孩 他带我们 天天出来 对 教学相长 也是这句话 但是 我们来说到 刚才 张老师 你也一直在说到 你的教育里面 很早很早 你就对 農 入这部分 对農夫的 这种 尊重 尊敬 来到 小孩的 整个教育 结合起来 尤其在 人质学教育基金会 也都登记 在推广 这种生态 农法 是 这已经 可以说是 你不是 线对你的 华德府学校的 师生理议 你是 透过基金会 的方式 也是希望说 更多人来学习 了解这种 照顾环境 为何生态 的这种方法 这个工作 这样一直做 一直做下去 其实 整个地球的 环境是越来越败 但是你要是 一直做 一直做 这极章的困难 的条件 一定是 很多 我感觉有 很大的一部分 影响是 我们国家的 政策 在推电 我经常在想起 当年 为了要拼 经济 所以 整个农业 是 农业经济 经济农业的 走向 所以大量的 用农药 在我办法 之前 我记得 那天几十年 之前 我第一次 公开 跟家庭 以及不是 只有我 自己的家庭 对我 公开 信里面 我写的就是 这个农药 大量的使用 对孩子的伤害 所以一直到 我们 这样也是 在那一十年 当年 翻六亲 真正的 用心 参加你 翻六亲 这么积极的投入 最主要的原因 是 到的环境 无关你 多打拼 无关你 多好的教材 教法 多好的 教育理念 我们的环境 还是不去 啥都不用说 所以 你开始 想说 教会 不是在 这个 文章 跟英国 里面 我们英国 要有一个 实践的场域 的时候 所以大胆的 提出在宜蘭 花了很多的 实践精神 现在回想起来 实在实在 是很感谢 劳修宣 管党 那时 他愿意 这么敏感的 声音 愿意 这段 敏感的力量 共同 跟公博文 一起来 打拼 我们开 开创了 一个公办 民营的学校 那 才让我们 可以有 找到 更多 更多 对生命 有所探求 对教育 有所热忱 有理想的 老师跟家长 形成一个社群 真正的落实 为孩子 做对的 小小事 所以 当 看到 農業 跟医疗 其实是 教育 要做好 最重要的 这个医口 教育 的政策 也是 那么重要 所以 开始 你会想说 教育 说 你教育 人 你就教育 就好了 你管 这些事情 要做什么 我就想 这实在是 没法 把教育 做好 我们不但是 要成为 一个教育 工作 一个教育 工作者 不但是一个 老师 不但是一个 教材 教法的 一个研发者 你更要 是一个文化人 所以 教育 的环境 是那么重要 所以这个真的 在这20年的 告诫 实践的经验 里面 最大的挑战 其实还是 人性的脆弱 当这个经济 农业 产出大量 用农药的时候 你不能说 不对 台湾人 是这么 打拼 他就是要打拼 所以我要探紧 说农药 就用 就没有 可是 教育 工作者 要发生 文化人 保护 环境的人 要发生 所以 不能 就是怎么样 这个社会 能够产生 一个 正向的声音 不是 非黑几百的 一种 似是而非的观点 然后用 既代文化 在那些新鲜 是一种 对公报文的 愿望 其实 要是回到我 刚才 我很想说的是 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社会问题 我们可以 为这些问题 做什么事情 这些困难 我们可以奉献什么 这里社会 我可以做一点 什么 所以这是我现在 很想要呼吁的 从年轻做到老 就只做这件事情 好像整个社会 也没有变得比较好 全心投入 也没有做好 所以很想 这机会 今天很谢谢 大米的邀约 让我有机会 尤其 特别想要 为我们 异兰的乡亲 所以我们有 一般的人 是这么多 打拼在做 但是 要是有一般的人 还是蛮冷漠的 所以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 都来想 我可以为 这么多的困难 做一点 什么事情 或者 或者我可以 为这个社会 做一点什么事 教育要好 这些问题 要让他们 他们真正的改观 是要有一个 整个步骤 我们可以 共同党 来打拼 我想到你 刚才说 这个块木 块木的台技 你说 蜘蛛气 这蜘蛛气 二十年 你说也这么生 六公分 这个比喻 我一定 要给他寄 条条条 因为 其实这个二十年 这种 你的实践 这个教育方式 那个孩子 也是同样 虽然说 孩子在大逼 蜘蛛气 比较近一些 是 很近 他已经出息 变大人 一整年就变大人 种植在心里的 那个幼苗 那影响 很大 虽然说 如果跟朋友 要说 我们经常 看拼儿经济 来说 可能 要看一个孩子 比较大 影响 他一生的价值观 没那么近 看得到 但是 那个投资 太值得了 是 这时候 如果大家 有一个 这种 一种 像 一种 自觉或觉知的 一个能力 我们就能够去 看这 亿十年 我们刚才说的是 这一十年 发生了 这么多的变化 变跟不变之间 其实有一定的一种 韵律的 节奏在那里 所以我们再看 一亿十年 我们还会有 多少石油 有多少天然气 让我们 现在 还继续可以 这样燃烧 人类的 贪婪的欲望吗 还有多少的 含有 营养分的 这些土壤 标土呢 可以被 保留下来 然后 有多少 清净的 污染的 这个淡水 可以继续 滋养我们 人类的 这种生命 所以我们 其实 吃多少是 有限的 我的爸爸 我的阿嬤 以前都经常说 人一生 吃多少 煮得到你 你拼死拼死 你故情 没有复告 现在 我有一点点 老 今年也六十六 所以 经常想到 我的阿嬤 说的 老人 年轻人 听到 感觉 猝蜜 现在 很青 的 体肥 所以 还是 很想说 我们真的 要共活 一定要 真的可以 相互 关怀 各行 各业 一定有 他一定的 贡献 然后 我们如何 可以这样子 不是利益 不是赚钱 不是物质 思维 而已 我们 自己 不知不觉 也养成了 一种 冷漠 而不去 对社会 做得到的 一点的 关怀 我们都觉得 不要 没问题 所以 我们怎么样 做这一点点的 一种思维的改变 这一二十年 这一二十年 可能就不会是 一个恶性的循环 刚刚听到 张纯淑老师 在语重心肠 你说 你看 做二十年 但是 环境要是 这么厘 没什么 做出来 也都 没有去改变 这种 其实大名 自己听的心很酸 我觉得 这是一种 教育家 自己已经 付出这么多 又是这么 自责 我是觉得 很舍不得 但是 这 也是 要来 很现实的问题 请到张老师 所以 一路这样过来 如果 对到 你的人生理想 和 这个 现实的 环境 受伤突的时候 你往往 你去看 可以改变 问题的关键 一般都是什么 我大部分 要学回到说 问题 你看到了 最怕 我这一生 最怕的是 我不知道问题 在哪里 我如果知道 问题去答 我会 没有 有挫折 或者低潮的时候 可是我大概 会让自己 沉淀 走到大自然里头去 看起来 好像固大 但是 我在 到 有这四十年 做孩子的老师 我最感谢 要是 听到 我最心 听到 带我们 把孩子 带一半 所以 再好的教材 教法 没有 让我们 真的是 遵天 尽地 然后 作为老师 作为父母的 也甚至 有时候 我还会 很 阿Q的 想说 好 这四八年来 终于出一个 路总统 所以呢 这种 也许 这个世代 我们需要的是 大地母亲之爱 从底层里头 真正的 长出来 这种正向的 一个力量 所以帮助 我 可以 过去的 是这个勇气 是由内而外的 长出来 然后长出来以后 我面对问题 然后我让自己 有勇气去 检视问题 存在的外 存在外在的是什么 存在我自己 内在的是什么 然后找到 这个问题的根源 之后 我 可能个人的力量 不够 可能一个学校 做不了什么事情 可以 虽然有一百人的 教师的团队 但还是做不了 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转化的力量 所以我也去 努力的去 感受说 好 当我们知道 问题的根源 在哪里的时候 我可以做什么 这个不行 那个行吗 就是 找同时 找出几个方案 然后可 就是逐渐的 逐渐的 我常常会在 这个转化过程里头 用的是内在的 无形的 深入而无形的 一种勇气 在运行着自己 让这转化的力量 重新来面对 这些挑战 所以真正你能够 面对的时候 大概问题 就可以被解决了 所以问题 如果被解决了 我就觉得 我又过了 我又迈开一步了 这样子 这个一针见血 就是重要的是 真的知道 问题在哪里 怕的是 根本没有发现问题 对 哇 好感谢张老师 今天可以 跟我们分享 这样子 很个人的 然后从小到大的 时间已经 十一点四十二分 我想到一首歌 我要送给 张纯淑老师 我们一起听 至少还有你 林一连来吧 看出你的皱纹 有了岁月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为了你 我愿意 懂也不能懂 也要看着你 直到看着你的发现 有了白石的痕迹 也许 全世界 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崭新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在一点 四十五分 你等着 今天是咪咪之音 星期天的早上 十点到十二点 每个礼拜都很开心 在这里有两个小时 大米 还有所有 蓝阳平原的朋友们 还有来蓝阳平原 玩的朋友们 如果你开车的话 别忘了礼拜天 锁定FM107.3 在蓝阳电台 今天呢 第二个小时 邀请了华德福创办人 慈性华德福创办人 也是人质学教育基金会 创办人张纯淑 老师来到现场 刚刚听到 他对一些教育理念 怎么样去贯彻 遇到困难 怎么样去面对 听了自己 觉得好感动 还有未来 我们还有 还是可以生出很多力量 继续向前行 所以这首 至少还有你 林依莲的歌 我觉得是 有一点点觉得 对 无论如何 我们只要 愿意 手牵手 这个 携手相伴的话 感觉随时旁边 都还是有支撑的力量 我们一起 向理想迈进 在那 我们刚才说 也都 人质学教育基金会 提供很多生态 生态农法 透过钢造也好 实在操作 教很多 有心要来学习的人 可以了解各种 生态农法的方式 在提供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 甚至自己 基金会还找了一个 很高难度 就出版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明日农场 那本书 有夠高的 有夠大本的 张老师 你的挑战 有时候 都自己挖洞 自己跳的坑 是啊 是啊 人家想出这本书 明日农场 就是我之前在说到 当在教育行程 在拍拼 在志祺老师的时候 看到孩子的营养 跟那个作息 生怀的作息 是这么重要 就感觉 哇 这个世界 好像农夫在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他国行国 要业 他们不用去看 听吃饭 农夫就这么实在 在看听吃饭 这也是我们 我们以来吃甘愿的 这个股东俱乐部 第一个成立的 那种社群支持的农业 这个进后的实践的案例 在台湾发生 很好的影响 记得当时 就是我办公办名 好好开始 所以农业是这么重要的 一个农夫 是我们要尽量和支持的 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伙伴 所以呢 这个 了解说 全世界各地 其实很多 对环境 在的 打拼 跟努力的 在维护的人呢 他们也同时 做了很多的 一种 对农业的政策 以及对农业的 守护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 一个机会 在想说 但是农业和教育 就是这么紧密的关系 这是人类的 那个本质的 一种基础的守护 所以呢 我们一直在 一路在想说 我们 要不要 免得知道了 我们就不能再 走偏去 所以 所以 到底 有多少 的 好 免得 支持 和 打拼 来做这些事情 想到就是 做老师 就是做老师 他就没法 去做餐 在做实的 农夫 他就是 这样 你 当时要 收拾 当时要 操 就是 固定的 一个 时间 是 这样 跟天地 顺应天地的 一个时序 是那么的重要 所以 不用让 会贪心的人 也可以来 支持教育 可以来 支持 農業 可以做 较多的 看到 人类 营养的 重要 不是好吃 是营养 对人 所以 太想起 就是 世界 这么多 在打拼的 所在 一定有 很多 很好 的 一些政策 做法 農業 做法 所以 属心的 《基本主》 明日的农场 这一本书 它其实是 我们在 20年前 就知道 这本书 但是 我们一直 想说 这本书 要怎么样 可以介绍 给我们 所谓的 生机 互动的 这些农业 农夫们 可以共同 来支持 它这里面 整个在讲 就是 大地的土壤 日月 新城 植物跟 动物相互 交织的影响 它是 自然 恒常的 韵律 我们都知道 但是 我们知道 这是 農業 很大 很重要的 元素 就像 我在谈 教育的时候 还是重要 他重视的是 我身边 是怎么样的 老师 是我的父母 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 而不是 你教了我 多少 你是不是 很博学 这样子 所以对农业 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 想起说 我们理想还很遥远 那我们可以做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就在遇见这一本 明日的农场 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很希望说 怎么样可以从教育 跟自我成长 这里面 这本书 能够也朝向 深化社会的意识 还有艺术的美感 这些东西 融合交织在生态环境 里面来整合这个观点 让社群有一个营造 所以这本书 就里面背后 有很多复杂的 那有一群翻译者 是同时翻译 这个翻译者里面 有台湾的伙伴 那他们分别 在不同的国家 读到这本书 所以这一群翻译者 他们就翻译 翻译之后 在台湾 也就没有那么顺利的 可以出版 那在我们十年前 我有这样的一个 辗转的一个机会 遇见的时候 阅读了之后 觉得这真是一个 可以让我们的农夫 一面读 一面做 一面调整 从微调里头 真正的重新认识土壤 认识空气 认识环境 认识这些堆飞的做法 非常的务实 可以从家庭 小小的种一挖菜 菜 对 就可以开始来实践的 是可实践的 就像华德福学校 它不是一个 健身的一个 教育理念的实践 而是 它是生活中 可实践的教育 那这一本书 它也是这样子的 帮助的 帮助了我们 所以我们在 它在整合 这样子的观点 是一种社会的营造 这本书真的很好 而且虽然很大本 但是一点都不难读 我们的农夫 现在有三十几个农夫 每个礼拜 在我们学校 在我们基金会 一起读书 读书会是不是 读书会 就读这本书 然后他们从他们的实作经验里面 很多的讨论 所以农夫跟农夫之间 他们存在的不是竞争 不是经济的成效 而是如何互持 互相来支持 互通 有无 这个我们古早 在 如果要掛在外 是大家好想来帮展 是同样的艺术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农夫 怎么讨论 怎么在政策 怎么在乎上机器 感觉有很好 有点在农夫的身上学到 回到春落 我们早期的春落文化 带给民间的生活的一种 人的温暖 跟人的丰富性 然后真正保护到生态 这过程里头很有趣 我们会遇到附近惯形的农夫 他会跟我说 你不对 你如果没放药 你就不会晒 你怎么 我们这些农夫 有那个不会讲台语的 他就说 阿嬷 阿公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政的是回声 回声 然后大家都听不懂 什么是回声 什么回声 花声 所以有很多交织 在那个在现场里头 有很多 看看小小的笑话 跟那个 可是呢 就让惯形农夫 跟这样子不同的 一个有机农夫的教育观点 在透过这些好笑的笑话里头 他们可以互相对话 这是一个很棒的 有交流 认识 互相理解的机会 听到张老师这样说 我想起 曾经有一位来宾是 吴錫富老师 一起农集团 驻外农集团 国家的这种 园农 在国外 像南非这些地方工作了60年的一个老农夫 专业农夫 他来上节目的时候 他也提过 其实农夫 不是说哪个年代 是不是特别辛苦 是不是就不用读书 没有 他觉得农夫应该要读书 也就是读一些资讯 读一些 不管是对实际物农的这种工具书也好 或者是对农业的了解 其实书本里面能够获得的东西 也的确是 不是我们平常 只是交谈 去跟隔壁开工说 你现在用什么 背了 还是用什么 不是只用开工就得到的 对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张纯淑老师 在这部最后一缩少时间而已 给我们介绍 这本明日的农场 这本草的重要性 好 我最后一简单就是说 这本草其实没有困难 很简单就策 还是说 一个家庭里面 小孩大人 很多汤 也是可以 他是很直接 可以提供很清净的新鲜的食物 可以给我们居住在一个农场周围的人 包括这个不只是营养成分的物质 也包括生命力 就我们刚才知道 生活中里面生命真的有交流 这本书就很好的媒介 跟短短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验 然后呢 但这本书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呢 他是为我们人类可以提供在大自然里头 我们再度看到 这个健康跟有尊严的工作机会 我们希望我们惯性农夫 能够很 不要有负担的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转变的机会 这个 然后呢 当这个转变愿意开始的时候 改变有愿意开始的 可以开始的时候 这个健康的关系呢 他就会变成像一个网络这样子 慢慢的打开 尤其在我们以来有这么好的那个轻松农夫 在带领着像这个领袖人物一样 在带领着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 包括冠心农夫说 他们可以成功 我们也来看看 所以这本书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来做这一种很自然而然的做交流的 而且这本书里面太多太多的部分谈到对环境 它是这样子的对待的态度 就是人类的道德品性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价值存在 那这也不知不觉的 不用去说 我们让我们瞪着两个眼睛 竟是在看社会的问题 而是我们可以分享生活中可以改变可以做的 然后呢 他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的一种德性的价值也会在这里 那如果说环保我们要谈的这个价值呢 他也会散发着这种健康的光芒 我硬帮我们男人可以做这个起点 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定可以 硬帮我们男人就是这一切 我们可以为 我们能够是一个难得很庞大的这种大这种相信力 对环境啊 对整个生态环境 其实这种共识是凝结起来其实是很巨大的 也谢谢张纯淑老师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默默灌溉这一片土地 感谢你今天来咪咪之音 感谢 感谢 谢谢 我们的家庭的家庭又在这里开始 是 好 真赞 为这里开始 谢谢 好礼拜 咪咪之音 礼拜日再去10点再会 拜拜 咪咪之音